欢迎回到web3lab 历史上多次在火币平台内进行抛售 巨额提现 不仅玷污了李林在国内多年积累生育 损害了HT社区每一个人的利益 经火币全球部闻委员会 HTDAO社区决议 对于李伟零成本获取的HT进行追缴 销毁 HT销毁将在HT社区攻势 对于此类行为绝不不息 HT最初发行时 李林的弟弟李伟免费获得了数百万的HT代币 李伟一直在不断抛售这些HT代币套现 李伟可能并没有意识到 他的所作所为 一直在挥霍他的哥哥 辛苦建立多年 在整个社区的威望与信任 火币作为一个已经成立了十年的平台 在重返三大的路上 对于此行为 我绝不获信你 不会让任何一个真正在现货买入HT的人失望 我们一定负责到底 李林的弟弟欠的钱 他自己还不了 就李林来换 地盏割还 李林得知此事既震惊又气愤 很遗憾再次讨论 火币是以这种方式 关于所谓我弟弟李伟 以不正常手段获取HT 希望孙宇晨提供证据 如果确认是通过不合法的手段 获取的零成本的HT 我个人赔付十倍的HT给火币公司 如果不属实 希望孙宇晨归还用户合法资产 相信这应该是一个误会 火币是我一手带出来的 不成想现在竟被孙宇晨搞得一塌糊涂 我对他太失望了 希望火币能度过这次危机 对此大家纷纷留言表示 我是李林的弟弟李伟 我被孙宇晨陷害 冻结了我巨额HT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关注留言我们